2020国民体育日 河美古鸡怀旧亲子践行 即宣传永续低碳节约能源活动 6日上午在河美镇新一路集合出发 现场约有1500人参与 路程约7公里 结合文化怀旧古鸡 大家一起健走运动 健康又有意义 运动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那在这边还是要谢谢我们林根任议员 那还有我们协会非常的用心 号召了这么多人一起来运动 有那个健康的意义才有后续的 所有的一个幸福跟快乐 所以还是要拜托我们的乡亲 多来运动 让自己更健康 家庭就会更幸福 国家会更富强 给我们所有的国民 享用到这个国民体育 大家出来健康身体 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 中华管制服务 我们教学区的一些志愿 让我们这个活动 可以办到非常顺势 今天报名的 有差不多1500人 我们有发口罩 矿泉水 毛巾 以及我们三个口 和11个早餐 我们今天的路程 总共有差不多7公里 走到甘心里 普通共那里吃早餐 接着翁肥贵 在这里领寄饮品 一起感谢我们中华管制服务 我们王委义 王管制服务 以及我们教学区的配合 一起赞助 感谢 王县长鼓励大家多多运动 让身体更加健康 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追求丰富的物质生活 也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大家一起来运动九九 健康九九 公益频道林居民 河美采访报道